合约 智能合约 这边有写 以后所有的协定没有书面了 都是智能合约 这边写 智能合约是什么 是区块链内制定合约的使用当中包含的程式 然后等等等等的 因为以后的合约都是智能合约 它是区块链的应用 那个叫做Smart Country 然后当然的Programming Language PROGRAMMING 我们看一下智能合约主要用什么程式语言 就是比如说这个TOP6智能合约 它用的程式语言又要写智能合约 当然Solidity 第一个是Solidity 第三个VIPER等等等等的 当然还有Other Language 写这些 那个用Python可不可以 Python当然也是可以 它这边没有写 当然这边又是 可是他们的语法都跟Python很像 因为现在Python是所有的共通语言 就这边 这边有写 它有CW+,等等的 反正你等一下要知道 智能合约一定要知道 所以我们等一下今天上课 第一节课我写的东西 已经在这边了 我刚刚讲 444445已经在这边了 我再讲一次 然后就程式码也会给你 跟你讲 其中考 其末考就这样 程式码 然后问你里面的问题 就是这样 所以今天 今天等一下签入 签入复制 然后那个什么东西 今天网制标题就用这个 类别class还有函数等等的写 那我现在再讲一次 再讲一次 再讲一次 等一下我再讲一分钟就好了 那个今天还是一样 你要写部落格 你一定要写 你要练习 那个年班有没有 我记得我是使用那个什么东西 柯文哲嘛 对不对 是不是柯文哲 为什么没出现柯文哲 我找一下 当然一定会出现啦 然后人年纪越来越大了 反应越来越慢了 你知道吗 昨天我又去医院了 检查 觉得自己越来越不行了 什么都不行 尤其是那个脑袋不行 我快60岁了 哎 哎 今天有没有 今天那个新文章 我大一点 刚刚那个什么东西 这个要贴上 今天的新文章 就是那个写上自己的名字 先讲一下 那个Python Python Python 类别 class 还有那个函数 函数 那其他的东西自己就去看 还有那个这个箭头就不写了 那个等一下呢 你今天那个是我这边是教学 就是445 你等一下还是一样 给他写上一下 这个呢就是H1 是445 H1 斜线H1 影片445 445 那你等一下呢 那个顺便来练习一下 像你真的培养自己能力的方法就是干嘛 你有去做尝试 这些指令 如果说拿掉会怎样 这学问就是这样 学问就是这样不是你的能力就这样累积出来的 不是吗 人家给你什么你就做什么 你永远就是只能当根屁虫 这边等一下 比如说这个如果说把后面那些东西拿掉 拿掉会怎样 拿掉当然一定干嘛 功能变少了一定功能变少了 那我当初讲的时候应该要这样子讲才对 拿掉的话当然是功能变少了 可是呢 那个我们这边就顺便写一下 叫维基百科 PDIA 智能合约 智能合约 然后呢你就把这个放进来 智能合约最重要 以后那个就算你是不动产所有的财经合约 全部都是智能合约 你不用不用智能合约有没有 你就是落伍了 那个在哪里啊 刚刚那个我再讲一次 维基百科 智能合约 再讲一次 你就是等一下有没有 你就按一下这个叫做智慧型合约 然后呢你给他干嘛 复制 复制 然后呢再回到我刚刚编辑的 那个文章 文章有没有 你就是这样子贴上来 贴上来 巴布 然后等一下程式码当然也是要做 程式码也要做 有没有 这样看出来就这个样子 有没有 就知道一下 有这个智能合约 智能合约 然后呢你继续一下 可是中文他写的东西都干嘛 很简略 那你就是干嘛 再复制一次 然后呢把这个 那个什么东西 把这边有没有 换算成英文 英文他才讲得很详细 然后呢把这边再复制一次 然后呢给他 就是贴在这边 再贴一次 那最后呢我们还是一样 最后我们会放上我们那个程式码 那个是那个 写一下他尊重他 不知道是call 那个是snake game 程式码 好放在这边 然后中边呢要打一个a 那个h1 那个斜线h1 今天我们就这个等一下后面的人 没有做的人 你可以考虑直接有没有到我这边来 那这个程式码的时候呢 这时候呢要转到撰显模式 不然的话呢 他那个什么东西 箭头他没办法copy 然后呢我就把这个程式码 给他放过来 这边有没有 这程式码我打一个Ctrl-A Ctrl-C 然后呢把它贴 贴到这边来 要贴的时候你就是打一个enter 然后Ctrl-V这样子 所以那个后面的人 如果说你那个迟到了 你不要逼我当你们 他妈学校也不希望这样子 可是不当又不行 就这样子就好了 那个这个呢 我马上445 我现在放一个那个什么东西 那个这边有没有 我放在这边 这边 我有一个示范网页 我直接给它贴上来 所以你等一下要来练习 有没有 你用我这一个也可以 这边有示范网页 我就贴上来 放在这个 放在哪里 445 有没有看到 这445 储存 现在那个自己练习 我没有精进度了 确定要做 今天就一定要做 因为这期末考成绩 关系期末考 这期末考